其实我们可以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相关的表态中读出几个层次的信息 首先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土耳其此次发动对叙利亚的跨境的打击 是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 按照联合国宪章 一个国家的领土婉转和它的主权独立是受到保护的 所以贸然对一个国家发动军事上的打击 在国际社会上是完全不占道义上的优势的 所以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也必须要站在这个正义的一方 从当前我们会看到呢 土耳其发动越境打击之后是遭受到了各方的批评 所以俄罗斯呢发出这样的声音来支持叙利亚的政府也在意料之中 而另外呢长期以来呢我们会看到 俄罗斯呢一直是叙利亚的重要的支持者 从目前来看呢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场的局势上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从最初呢叙利亚的政权岌岌可危 一度呢几乎要受到这个美国的推翻这样的一种结果 但到现在呢 叙利亚的战场的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 叙利亚的方面呢已经实现了政权上的稳定 所以呢俄罗斯呢在叙利亚的战略的目标的实现 也是俄罗斯当前发生的背后的重要的背景 而另外呢我们从俄罗斯的发生中可以看出 俄罗斯呢并不是把中东作为自己的首要的战略的目标 在中东的这种主导权的争夺以及影响力的增加 更多的呢是为了与美国和西方世界来进行斗争 来进行利益的交换 所以当前呢俄罗斯提出 所有的外部力量都撤出 这符合俄罗斯的心声 俄罗斯呢并不想长期的滞留于中东 所以从这一系列的表态的背后呢 可以看出俄罗斯整体的这种战略上的考虑